就在近日,在精彩绝伦的全运会开幕时过去以后,众多球迷们期待不已的乒乓球比赛终于开打,首先而来的,就是男团女团的比赛,男团女团各有参赛队伍18支,这18支队伍将在两天内决出最终结果,由此可见,全运会的赛程又多么紧凑,而男团女团分别有着各自的看点。 我们先来说说男团,男团的两支夺冠希望最大的队伍,北京队和广东队并没有分在同一组,为什么说北京队和广东队是夺冠希望最大的队伍呢? 很简单,因为北京队和广东队的主力都是国资号球员,北京队的两位主力球员是马龙和王楚钦,而广东队的主力球员则是樊振东和林高远,这四位中,马龙和樊振东均是已经在世界赛场上站稳脚跟的大头, 在本次东京奥运会上,马龙和樊振东就分别获得了冠军和亚军,这也足以说明,两人的实力之强,而这四,究竟是马龙代表的北京队能够获胜,还是樊振东率领的广东队能够夺得最后的胜利呢? 这还要看两支队伍里的两名小将,北京队的另一位小将球员王楚钦,和广东队的小将林高远,加上这两位小将,双方比起来,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呢? 小编个人认为,还是北京队夺冠的可能性要大一些,首先,马龙对上樊振东,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压制力,并不是说樊振东不如马龙,实在是是马龙的球伤过高,而樊振东打球又太老实, 这也就导致了,樊振东的弱点正中马龙下怀,因此,马龙对上樊振东,自然也添了几分胜算,而小将王楚钦和林高远相比,同样也是北京队的王楚钦更占优势一些, 因为,王楚钦的打球惯用手是左手,这也就导致了王楚钦更有利于双打方面,毕竟左手球员,可都有着双打万金油的戏称,因此,在双打方面,还是左手的王楚钦更占优势,而在单打上,王楚钦的实力同样十分强劲, 毕竟众所周知,国拼的三位小将王楚钦,林高远和梁静昆中,王楚钦一直都是比较出类拔萃的那一个,因此,在两个方面都更占优势的北京队,自然是本次全运会夺冠最大的热门,然而一切毕竟还都只是猜测,具体情况如何,还要看具体的比赛,而除了男团,女团比赛也同样十分精彩,值得一提的是,本次女团比赛中,陈梦所带领的山东女团,和王曼玉带领的黑龙江女团, 分在了同一半区,这也就说明了,两队用不了多久就能交手,而这两队也都是实力极强的队伍,对于两队之间的碰撞,球迷们也是十分期待,一时之间,对两队的胜负猜测也曾出不穷,不过小编认为,获胜希望比较大的队伍,还是陈梦率领的山东队,毕竟陈梦作为目前的女拼一姐,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,而在队上黑龙江女团时,总算还有点优势,不过和男团一样,一切都只是预测, 至于究竟谁胜谁负,暂时还无人得知,各位看官觉得,男团女团最终谁能夺冠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